好,咱们开始 这一小节我们聊一下需要预加载的一些信息 就是对于一个APP 我们可能需要去获取哪些信息呢 比方说,看一下这边做了一个列表 就是比方说用户首次使用APP的时候 我们需要询问用户 然后获得权限之后可以读取到的一些信息 比方说语言 它是Language,对吧 还有它的时区,在哪一个时区 然后它的一个定位 它的位置 这个定位是不是它所在那个城市 然后因为你获取到语言还有这个时区之后 你就可以显示过场动画了嘛 你这个过场动画比方说 它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区域 那你显示的图片什么的 还有上面的文字是不是应该是中文的 对吧 如果是英文的话应该显示英文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能拿到它的语言的话 就可以这么去显示 但是如果你拿不到 你自然就做不了 然后你还可以显示这个菜单按钮上面 对吧 根据语言去显示相应的菜单按钮 包括什么日期选择框那些 对吧 上一个小节的例子我们都做过了 就是国际化那些都做了 还有包括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后端当然也会把消息做错误提示处理掉 但是你前端得告诉后端 你我用的是什么语言吧 对吧 什么language 对不对 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呀 呃 这些预加载 比方说还有加载一个东西 Access Token 就现在我们使用这个Auth2 这种叫什么呀 嗯 Security 就是安全的这种机制 就是会 会放一个token嘛 有两token 一个access token 一个reflect token 对吧 就用我access token去判断你是谁 然后reflect token是来管理这个access token了 就是通常假设access token是 它的有效期是一周 那reflect token是一年 那当这个一周的这个这个token失效之后 你可以通过reflect token去自动去去预约 那这个过程中肯定是要做一些权限教验什么的 对吧 嗯 这些都是可以自动去做的 这些用途嘛 就预加载的数据要做什么用途 接下来需要去存储 有些需要存储到后端的数据库 有些是要存保存到本地 然后接下来还需要做一些修改 对吧 在app里面需要做一些修改 这就是这些预加载的数据 那具体有哪些信息呢 我这边列了一下 就看我们先说需要加密的数据 加密存储的数据 包括设备码 对吧 你折台设备唯一的一个编码 判断用户是否更换过设备 这是一些和安全相关的 x token啊 reflect token 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 这些信息都是和用户的安全相关的一些数据 然后这是加密的 然后是不加密的 不加密的就是比方说用户当前坐标 因为一直在修改嘛 你修改的话 其实没必要加密 而且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加密的那里面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这个用户当前坐标 然后它的语言呀 什么时区呀 那这个信息 这些不加密信息具体有哪些呢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于这个苹果电脑上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对吧 general或者apps 某些apps需要添加哪些东西 那个我就不演示了 好吧 我们先看下general 就普通的话 如果我选择english 它是这么去显示 那我如果选择中文呢 等一下 我把它 怎么怎么弄呢 这样吧 我把它显示看成显示中文怎么样 诶 我多天 嗯 region 如果我选择asian chinese呢 china 中国大陆 这个怎么改 我不太会改啊 这个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去去弄了 忘了 这个我还是选择 呃 北美 北美 america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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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说我现在在加拿大 OK 然后 我不太会弄这个东西 对 就是 它相关的一些需要去设置的一些信息 我们看有这个 数字的分格服务 中文中英文是不一样的啊 日期 呃 日期的格式 时间的格式 对吧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要做的话 可能这些信息都要去修改 都要去做啊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 我不太会啊 这个苹果电脑用的不太熟 这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些信息我们要需要去处理 那处理的话 如果去存储呢 加密存储使用这个 组件啊 这个不加密的话使用这个组件 就可以了 我现在只是做一下演示 因为像这个 是你真正去做APP的时候 需要去用到的 呃 我这边只做一个演示 这边咱们这个例子 里面不会涉及到这个 就是你要把它 发布安装到它具体的机器上 然后你可能需要去买N多台机器 因为这个模拟的 叫什么simulator或者emulator emulator emulator 这些模拟器 这些 这个simulator或者叫什么呀 emulator 对吧 这些模拟器 它这毕竟只是一个模拟器 它在真实的机器上是不是ok的 谁也不知道啊 然后你还要去安装不同的版本 这些都是需要去测的啊 作为一个你专业的APP而言 是这是需要去做的 这些我只是我们只是提供个技术方案 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方说这边你要做很多的配置 安卓的有有很多配置 你这有一个链接 你可以点进去看啊 这些文档你都是可以看到的 对吧 这个我虽然是在讲解视频 但是这个文档你是都是可以看到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 github 它的路径在哪 就在这儿 我不知道 应该所有人都是可以看的吧 对吧 它的路径是 github waybooking 然后flutter study 至少一日半会儿我不会去改他这个路径啊 嗯 不会改他 然后 学习笔记 还有视频 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一点就进去了 这是我录制的一些视频 大家好 我是Yuri OK 这个我就不演示了吧 这个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走 然后这是测试记录 测试记录 这是获取你当前的一个坐标 就如果你允许的话 你要点一下允许 然后包括这个 哎是 怎么俩都是iOS呢 这是中英文的一个显示 安卓端我没有 安卓端我试了一下 有一点有一点区别啊 就可能是安卓的版本各种不同一样 它展示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没没显示了 然后这是下面是圆码 这个你就照着文档来做吧 然后这边我们需要去 无许是 可能需要去纠结的一个是什么 设备码这个问题 设备码的话 你要读取设备信息 才可以得到一个设备码的信息 但是这是iOS和安卓端 有各种各样的区别啊 就是光一个简单的一个设备码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对于iOS而言 就比较简单的 它有个什么 一个就identifier for什么 for vendor 就这个值 但是我建议大家多去去取几个值 然后去取它什么MD5码 然后去判断这台设备有没有做过一些修改 对不对 然后这是但是对于安卓端呢 就有点有点难搞了 你给我看一下这些 准确的说它每一个都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设备码 每一个都可以 但是它因为它每一个都可以 所以它其实就不可以 即便你多个把它合在一起去作为一个设备码 它也不靠谱 所以对于安卓系统 如果你要做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的话 这个安卓这个系统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问题很大啊 这个跟我们技术没关系 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问题 好 那这一小节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 就是对于这种叫做需要预加载的一些信息 就是对于一个APP需要预加载的信息 好 这个结束